小許,你對得入不入? 看心情 你覺得對得入舒不舒服? 阿明,你今天這麼重口味 沒錯,今天要介紹重口味給大家 有什麼重口味? 今天說到Ete Motic 它的耳機都出明了清 Ete Motic那種清不是每個人都受不了 但是你一喜歡 你感受過它的清澈的感覺 你會覺得好像一個毒品一樣 即是清澈的極致 對於它的耳朵的體感 我覺得是前所未有關係 對,亦都非常重口味 因為這隻耳機的形狀 一直以來已經是這樣的 成為標誌 成為標誌 是要放得很深入 還有要點到那一點 對,你要激活到那一點 才能感受到它最全面的快感 對,你也會聽到爐內高潮那些 對,說得這麼誇張 你不如介紹一下Ete Motic 其實這間公司在很早之前 好像1980多年左右已經有這間公司 它當時反而是做測試聽力的工具 耳機為主 去到九幾年左右 它們就真的開始生產這個耳機 所以它們做出來的耳機 在測試聲音方面是做得很足 對,而Ete Motic 其實好像之前 我看到它的樣子都不開胃 就沒有試過 那時候玩耳機 但其實它是比我們 所謂之前的U字頭 W字頭 S字頭 更加早就已經有 還有那時候有一隻 是這樣的耳機 但都賣了差不多 兩千多元 那時候也有 它都心想做什麼 然後原來那隻是很有名的 就是ER4 其實我想現在有玩 這麼受一年之的朋友 ER4是一定要有耳機 一定要試過 因為是很誇張的 reference級的耳機 它想當年在這麼多款耳機 有三單元、兩單元 它一單元都在耳機的黃度之一 是的 它可以做到那種極致的細緻 是想像不到它一單元的耳機 可以這樣做 我記得有朋友說 你要ER4還要有幾隻 當時有P 還有B 還有S 我記得B 每個人都爭著要耳機 因為B那隻就是最厲害的 即是盡到是 刺激一點 直倒黃龍 直入子 為什麼要直入子 因為它們在這麼多年的耳膠設計 你一定要用它這隻三折的膠 才能感受到它最好的聲音 我之前也試過 但是這個耳機 我一開始覺得 那我用棉 因為它很容易跌出來 但一用三折膠 就回不了頭了 這個三折膠 玩耳機這麼久 我未試用三折膠 即S字頭 那時候 W字頭 都沒有用過三折膠 但唯獨這隻耳機 一定用三折膠 對 說回我無緣無故 為何會入坑 因為我當時入手是哪一隻 就是ER 在我身前的 就是藍色ER2 SE 其實它有幾個系列 ER2 ER3 ER4 另外還有一個叫EVOL 我稍後再說 新一點 再說回我入坑這隻 我買了ER2 SE SE和XR 其實有兩個 XR就是Extend Respond 它聲稱的Base會比較強 而SE就比較平坦 因為那時候看了一個YouTuber 很有趣 我不知道它是因為 經常在罵其他人 而且說話是很極限的 它令到它捉了我的視頻 看了這影片 挺有趣 那段時間聲稱 這隻耳機 甚至比有些戲院的攝影師更厲害 那我就說 是不是這麼誇張 但是很快 他很傻 那個人就 讚完一輪 之後就可能放在廁所 那些很奇怪 我學他 不尊重 但我覺得 他有些東西都說得挺有趣 那我就看見不是很貴 所以買回來試試 ER2 SE 沒感受過 沒感受過 真的第一次感受EVOL 那種直到往來 直入紙Dude的感覺 真的很棒 爽不爽 很爽 其實我以前也有一隻很清的機 就是U字頭的Custom 同一家Studio Crossover 那隻是超級清的 但是這個ER2 SE 給我的感覺 它有那份清之餘 差不多可能再清一點 它有了純度 對 但是因為2這個系列 跟3和4的分別 就是2是用動圈 對 動圈給了我一點點 Base Texture 我覺得更開心 那隻CM 但我的CM 始終配戴感好一點 它真的很難戴 但是我發覺用了三隻 最初我就是用棉 它有一個 它的棉也很有趣 是方形 好像一卷次子的形狀 很適合力 對 然後放進去 覺得很舒服 但是好像沒有膠 那麼清 我自己有一點刮滑的感覺 對 那我拿回自己一隻 我會怎樣戴呢 可能我分享一下 要找到那一點也不難 首先我捉住耳機後面 我通常放進去 放進去 它會轉這樣 這樣轉進去 然後 其實 你看到 如果放進去 這個位置 不是我的點 我發現 是向前一點 是這個位置 有時候你不能保持這樣 我索性 把耳機線掛在耳朵後面 掛在耳朵後面 我掛在耳朵後 就會繼續轉回 究竟是向下 然後慢慢 撥起 撥起 這個位置就是我最入 以及最隔音 觸碰到耳朵 充滿了耳朵的點 不過好像有點肉酸 也不是很肉酸 對 不過我覺得 當你戴得這樣 這麼甜滿的時候 真的很好聲 很興奮 很興奮 這個是小小貼士 我想大家未必會像我這麼噁心 我明白嗎 轉而如何進入 大家都盡 你更厲害 它的耳鐵MOTE 這麼多款耳機 它的外殼 都是用了陽極陽化的鋁金屬去做 而它的單元配置方面 它都是動圈和動鐵兩種 沒有混合 而這個系列就用了動圈 然後3和4之後就用了動鐵 而它的動圈 這兩款的動圈 SD和XR都用同一款 它兩款耳機的分別 分別是在低音調音方面 XR在中頻大約多了1-2dB 而低頻方面大約3-4dB 而它的SDR就用了 SDL addition 就是想做一個比較便宜 有一個鑑定的效果 所以其實也很開心 有沒有這些人說便宜 以我買回來的價錢 等於那些chip-chip headphone 全身都不貴 全身都不貴 所以這個也很棒 那就說一下3 待會再說 真的很興奮 不斷想說它的聲音 它三方面都有SD和XR 就跟它之前的理念一樣 都是一個flat 一個extended base 這個3系列可能遲些代理也會有 這個是私貨的 所以我打算可以一家人 帶這個3出來 那4呢 那4是怎樣的 那4有兩款 另一一樣有SR和XR 而它SR這次又是steeloreference 就想做一個高清的鑑定感覺 而它XR 一如是低頻方面的一個加強 以前它其實都已經可以換線 但它也是換線 2-pin 但它的2-pin是它很獨特色的 那這次是MMCX 我最討厭 但我最討厭MMCX是因為它轉 它這個MMCX是有up位的 那它是不會轉的 其實你問我這個系列 那我待會再說3和4的聲音 這個系列我覺得最敗北的地方 就是你不很難移動 你一定要坐著 因為我找到一個很適合你的 好像我這樣 這個位置 然後就勾住 那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阿明你還未找到最佳的位置和耳甲 因為我試過 它們有不同的尺寸 其實我找了一個最大的尺寸 其實我塞進去 塞得對 其實我動都動都沒問題 對 它2-pin的耳機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換線 因為它們的乾坤是在線裏 沒錯 因為它們的線裏 其實是做了分音 所以它這款耳機 其實你換了線 就沒有了那個味道 我真的試過 因為之前 我不是說有一個ER2SE 我真的不喜歡它的線 因為它的線很像那些 原裝線 原裝電話和原裝耳機的原裝線 雖然我是喜歡原裝線 但這個太原裝了 我就買了一條ER4系列的那個 結果是怎樣 你知道嗎 不好聽 反過來 不是不好聽 是沒有這個好聽的感覺 很神奇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我一直都很想試這個ER4 這次終於有這個機會 可以試這個ER4 很開心 同場加現 它的一隻叫EVO EVO的樣子 是和它打破了一貫 它深入耳朵 直倒黃龍的設計 它這個像我們 現在流行的耳機樣子 因為它的直筒形 深入黃龍的設計 都是20年前的設計 20年前 那這個規格是怎樣的 它的規格是怎樣的 EVO規格是用了三單元 去做了它的耳機 一隻的中高頻單元 以及兩隻的低頻單元 再加上它的外殼技術 這次是有少少不同的 來試試拿上手 很聚手 對 它用了一個鑄射成型的技術 類似鑄模的技術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解釋方法 但它這隻做出來的手感質感 是很有重量 很有份量的質感 可能大家都會想聽聽聽聽 其實我們都試聽過 不如OREW去講聽聽聽聽聽聽聽 希望你聽聽些多詞 我這陣子聽到阿美的新 freuen 她的衣nder欘裡有一首歌 我喜歡的歌 就是《群青色之空》 但我真的用這幾隻聽 空即時色 入得愈來愈出色就聽得愈開心 2、3和4分別有不同的取向相給大家聽 2系列我覺得是聽歌好聽 因為動圈單元是很特別的 你很少聽動圈單元有清澈的質感 低頻又有一種不太大 但有少許可以給你足夠 他調出來的聲音很想讓你聽到人聲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他在這麼多年前的調音 你也想不到為何還能夠力強 但聽起來也不覺得聲音不夠 加上他又做了一個比較清和低頻的設計 低頻大一點也不是真的大很多 他只是在攻擊方面 就像飛翔一樣 他只是在攻擊長了一點 不會像其他一樣 一大了就逢了 整件事不同了 他大了一點之外聲音也沒有變 而且他人聲方面真的好聽 所以我認為這隻是聽歌好聽 我覺得他比較向前一點的三個系列 整件推前了一點 樂器和人聲都會清了一點 而且前一點 相比來說 我覺得他在比較中間的感覺 上一月所有東西都聽得清楚 但又未算所有東西都突出 而去到4版本 反而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雖然他轉了新版 和之前的P、B、S 可能調音了一點 但你再聽我自己覺得 那種感覺也是沒有變 他的清晰度依然也是這麼清 而且他真的做到那種 monitor 有一點點 reference的感覺 那種清的 full range的感覺 你會覺得是缺少的 在這麼小的耳機裡面 而他XR 他的低頻也是多一點 所以你聽下去 我覺得低頻再爽一點 又給予兩種選擇 你想聽清的flat 我覺得他XR也OK 如果你想低音多一點 XR反而又爽一點 那好吧 講到我聽到什麼歌 講到這些入的當然要聽 一隊香港樂隊叫Project Line 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他跟繪麗來 香港第一位 他看了什麼 他唱歌 看了影片給他 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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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紫箱有人令我呼叫 聽下去大家都可能有點意淫 但其實這一首歌 是一首非常好聽 其實內容是說一些事情 可能一個男對女很好 但其實女兒根本就不是要愛 她就是要愛 不要那個愛 就是要那個愛 第一次聽繪麗來本尊 唱歌 唱歌挺好聽 出奇地 我就想讓他嘗試強姦 不是 深入我的耳道 在耳邊吹那種感覺 所以就特意選這首歌 我來按摩這首歌 聽聽 說回那個感覺 因為ER2和ER3SE 我自己有 說回ER2SE 其實好像少許說 一個動圈單元 我真的很少聽到 這麼清澈 這麼有關的感覺 但因為我有3的關係 你始終覺得ER2 它是去到一個位置 我不是很喜歡聽高音伸延的 它真的上不到 它真的上不到 但其實我拍這段影片之前 我還未試XR 我試了XR 我發覺XR是有 反而我應該買XR 如果以2來說 因為2這個 它真的做到好像SE 不過它多了一份BASS 和中音 可能來說是 中音多了一些 你感覺到它的圍度是撐大了 從而 譬如我用SE聽的搶聲 或是內八聲 人聲 它進入耳幕的位置 會進入一點 不過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耳邊吹的感覺 我覺得是3會逐力的感覺 最初我在動鐵 其實我最初 不是很認真地聽到 差不多 沒有什麼分別 為何會出這麼多隻 但其實不是 再聽清楚 ER3 它全部都是前超多 很前 很前 很像對爆耳幕似的 Project Line是我的好朋友 它另外也有一個樂隊 的Parallel 我之前介紹過 是一個很talent的樂手 這次這首歌的approach 除了彩荔內 很友情地唱 結他處理部分 都令我想起一對美國很出名的 一對 Progressive Metal 吉他的組合 叫Polyvia 大家都有聽過 你會有那種vibe 它有hip hop beat 然後有個位置是進入 metal的 beat 即是吵一點點 其實你會聽到它後面的Synth 那些東西 有時候真的用XR 好像剛才用2系列來聽 XR因為它多了那份 你會更加聽得清楚 所以如果問我ER2 而XR 其實如果讓我再選擇 我會選擇XR 因為我覺得差不多 3 我不知道 我只有這個SE 但它給了我感覺 已經很影響 所以我相信我不會選擇XR 很淺很清潔 很高音 好像線胎那樣 但我覺得它這個XR版本 可能會太多了 但未試過 一直到這個間位 4 分水嶺 為何一直不敢 你既然有2 有3 為何不及4 便沒有錢 4真的比較貴 貴一段 我也是動鐵 它是靈面 我是黑面 而且線好一點 差多遠 我可以跟大家說 真的差很遠 它這個感覺好像融合了2跟3 很好的東西 放在4 它前得來 你不會覺得它很辛苦 但它是很淺的 很盡的 但是立體 這個是很單面 我自己覺得 聽起來是很淺 但是這些是平面一點 這件事是立體 音場超闊 但是我說了 所有東西 讚的所有東西 你都是要找到那一點 以及大部分 一入 否則你根本是 感受不到 不會明白我說什麼 它都是2000多 是2000鐘 有這樣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 耳機裡面 我聽過這麼多 我可以說它是其中一個 最特別的聲音 因為它是最特別 所以是最重口味 它不是真的很重厚 很濃厚 它是很清澈 很好聽 很立體的東西 那你剛才說 這個SR 一定是JSR 比XR 我也是 因為 其實我剛才試XR 很好聽 亦都覺得 它不是真的加了Bass 但是 好像這首歌 它後面有個位是 Nasim的主音 入唱位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用XR 聽聽 它好像變了 好像 它的聲音變了少許 變了少許 不像它的聲音 但是我反而用XR 聽聽 超棒 其實它的Bass也很足夠 其實它所謂的XR 我反而覺得它是 多了少許 好像增加了少許 不是只增加了低頻 可能有些人的概念 就覺得 這個機器是低頻多些 其實如果你帶了很多 都是那些才能 你放得夠入 碰到那一點 那你的Bass就會很足夠 我覺得它這三個 它都做了 一隻單元全部都可以做到不同的特色 我覺得它聽歌很好聽 就是它聽歌很好 我覺得它4R的聽聲音很好聽 但是它樂器的表現 跟阿明所說 你猜不到它這麼仔細 一隻單元可以做到這麼全的Range 這隻耳機 合不合耳機的音樂人 我可以讓你是不適合帶上台 對,不適合表演用 對,但如果你用來聽Mix 或去檢查一些東西 這個ER4 真的不得了 如果收拾歌的話 我要單收鼓聲 或單收吉他聲 它真的很清晰 對,沒錯 如果你說Budget我沒有那麼多 但我想試一下 其實3和2 你問我2其實都可以 2是可以的 雖然說它沒有那麼盡 但已經很好聽 只不過是太出色 這隻耳機真的帶得很舒服 因為它的形狀 都是相似我們近代的耳機 如果這隻耳機 大家真的想試 我是極力建議它換線試 因為我平時都很少建議別人換線 因為我覺得這隻耳機 我用它原裝3.5聽 我覺得它人聲很好聽 很淺 但我覺得它的樂器有點厚 加上它有點難推 我覺得這個調音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在想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的聲音是有潛力的 然後我就真的試試換第二條線 昨天有些新線 沒有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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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又覺得它難推 而且它有點像我自己不太喜歡 然後我試試換第二條線 我換了一條4.4的線 我插上一部30磚 它整個感覺突然間 真的360度轉 是一個小鎮 我要向偉大航出發那種 整個感覺完全不同了 我也是一樣 用它是聽到Emme的首歌 因為它原裝線給了3.5 我覺得它人聲是真的前 而且它在那一點上很靠 反正我換了4.4之後 它又將樂器馬上拉出來 而人聲我一退後一點 那件事聽起來也很舒服 反而它換了4.4 它又容易推了 沒有那麼局促的感覺 環境又大了很多 反而問題又可能在線材的配合方面 我覺得這條線是一條S床出的耳機線 即是拉軟的BASS這條線 我覺得它可能在配搭上的比例不太對 這隻耳機其實你握上手都有重量 而它的線很柔 你覺得它好像魚絲綁著大魚 雖然它拉軟這條線 它在拉力測試方面都是很足的 承受的拉力很強 但它的輸出量可能不夠大 而我都選了幾條線去試 都有不同的效果 即是這隻耳機它對線材的配合 都可以有一個可換性 它之前跟ERL這兩個系列的線 或者它沒有調音在線裡面 所以它沒有被線綁著 反而換了就很好玩 而我自己又配合Full Call 我覺得配合之後 整首歌是很聽的 尤其是BASSDrum的方面 即是BASSDrum的低頻方面 它的表現是突然間很不同 BASSDrum的Attack很出 而且BASSDrum分開兩條 我覺得它的質感很好 立體感又很好 經常都說為何要大家試耳機 因為每個人聽感真的不同 今次我跟它真的完全不同 我聽這個Evil 我覺得它的人聲很厚 樂器很淺 反而我自己是 可能就是這首歌 即是Project Line的魁禮奈 這首歌 它是和我試過的 叫做直倒黃龍ER系列 真的厚了 而且我也認同那條線 因為耳機有差不多的重量 是它很舒服的 帶上去 但我覺得這條線這麼幼 我想它換上一級SuperBASS 都會好些 說到SuperBASS 其實代理方面 它在拉臨的SuperBASS 是有4.4的升級線 大家就可以用那個 但剛才我不是說 Evil系列是不適合大家拿上台用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會適合那個感覺 因為我聽到 其實它的BASS 它給了我一個動圈的感覺 所以我一開始以為它是三粒 我知道它是三粒鐵 但原來它是兩粒低 其實它給我感覺 有點像人聲厚一點的ER2 XR 但戴得舒服超多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上台聽螢幕的時候 其實應該選到FAT到混蛋 還是重BASS 不要太極端都不好 我發現 試過這麼多耳機 通常的BASS 很厲害 其他東西會比較像真 譬如你的BASS 踩下去那一刻 你不會覺得 正常看到BASS 那麼大 你不會像一塊板的聲音 因為你聽BASS 你不會是沒有身體 所以其實以它的BASS 大分一點 我覺得聽螢幕的場合就會好些 其實它也有一罐ER4 3、2 這種分析度很強的感覺 但它人聲真的不夠這裏 是哪一隻 真的我聽到 我覺得是後 可能你換了線 我聽到那首歌可能是女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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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色的一個女性歌手和演員 Ami是一個女讀歌手 可能是日本的混合和香港的混合不同 但因為我用這幾隻聽 人聲是很淺的 這隻很明顯是跌了一格 但它是闊的 即是結他那些 以及我剛才說的SIMF 反而我用這隻聽到 它的SIMF是比較出色 即是如何為止出色 你不驚訝 原來它有幾下的聲音 這隻之前可能沒有察覺 因為你只專注在聲音 呼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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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呼吸位置 舒服的 是舒服的 真的棒 我覺得這個 是異帶一點的 出街一定可以 這個在某程度上 你如果只這樣調下來 其實這個2和3這條線 比較便宜一點 會有點聽診 這個EVO 我覺得不可以跟它們這樣比 是不公平的 這個很明顯是另外一個 我深信覺得這個 是用來做Stage Monitor 會比較適合 這個ER真的非常清澈 非常重口味地清澈 這個Ethimotic 也很出名 是它跟著Ethimotic的Curve 雖然在Curve 未必最準確 但起碼有Rough idea 知道你的耳機是什麼聲音 這個耳機是非常清澈 非常精準 它有這麼多款耳機 也是一個不可以代替的聲音 對 我覺得有閒錢的朋友 離地系也好 入貼地也好 這個ER系列 真的沒有好處 而且你說不入 你沒有興趣 但我覺得真的要去試聽一下 而且價錢也不算很貴 認真 極力推薦這個ER4 非常頂嘩 EVOL 如果你們有ER系列 我覺得作為Ethimotic的粉絲 也要有 因為它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我想我們很久沒有試過賺得這麼厲害 下次再讚過 如果大家都有用Ethimotic的耳機 不妨在樓下分享一下 你怎樣戴 戴得多入 戴得多入 戴得多舒服 我覺得有時候戴得多舒服 有時候戴得多舒服 但真的很好 看異形 最後我和阿明都需要用大的尺寸 才能填滿 沒錯 男人最大的 下次再推介給大家 拜拜